妈妈好神 妈妈看病状况百出 医师实在看不下去 看病搞乌龙 整阶闹怪事 医师真的好想回家 今天节目邀请到六位好神医师 和三位好神来宾 分享看病之外的小故事 到底整阶闹过什么爆笑又诡异的趣事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心灵在你的专业当中 你曾经主持到一半 发生临时状况主持不下去 或演戏演到一半 大家笑长 笑不下去 就是演不下去 有发生过吗 很长 很长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医生 即便想要笑 也不能说看诊看不下去 但是难免难免 行医过程当中 还是有这种看诊看不下去的经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而且今天实在太有趣了 就是医师看到自己都爆笑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那种憋笑 变到最后还是忍不住的状况 有没有 有一次我看门诊 看到晚上十点半 然后我就松了一口气 因为是最后一组病人进来了 最后一组病人是指说 三个小孩跟爸爸妈妈同属化 也太大足了吧 我可以了 他的三个小孩 双胞胎 再加上一个哥哥 哥哥大一岁 所以其实三个小男生都很像 所以我每看一个就说 这是谁 你刚刚有偷换人吗 你刚刚有偷换人吗 什么方太太反够了 然后他刚刚那个看过了吗 反正就是非常仔细地把这三个小家伙先搞定 我就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 总算只剩下爸爸妈妈了 然后再把爸爸看完之后 妈妈 最后一个了 我的那条警觉心的那条界线已经放松了 因为我知道看完妈妈 好 我就没事了 我就没事了 一个小孩就钻上来说我要坐妈妈的脚上 就开始问妈妈有咳嗽吗 有流鼻水吗 有吐吗 有拉吗 这些程序早就做得很顺利了 好 听诊器拿起来 开始要听 其实我事后回想 妈妈已经稍微解开一颗钮扣 稍微解开两颗钮扣 我就把听诊器摆进了小孩的衣服 好糗喔 真的好糗喔 听的时候是要很仔细嘛 才听得清楚嘛 好 病例再写一写 鸭舌板再拿起来 我事后回想 我妈妈嘴巴已经有一点要张开了 我就把鸭舌板 放进小孩的嘴巴里面 再看了一下 我到这时候 都还没有觉得我看错人 但是我要开药的时候 我要看一下体重的时候 48公斤 我那时候脑袋里面就知道说 我看错人了 然后偷偷用眼睛瞄 前面跟我的那两位护理人员 他们就是 我好可爱 我跟你说 一家人是 生命共同体制 我把小朋友的喉咙多确定几次 我大概就感觉得到 妈妈可以生什么病 来 妈妈嘴巴换你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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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毫不容易把这个窘境解决了 那个爸爸出去的时候转身说 其实他们也是看得出来的啦 我记得有一次就遇到一个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很漂亮的年轻女性这样 很少 因为其实很少来急诊 还会盛装打扮的 那年纪还有外貌 其实很像丫头啊 就是这样子自己讲的 好漂亮 那是神经典的 所以你看到你在问诊的时候 你的印象深刻 那后来就是帮她诊室完之后才发现 就是俗称的就是盲肠发炎 那所以其实就是要开始 帮她准备手术 外科医师也会诊了 也看完之后 就要安排手术 要到刀房去 那其实之后 我就被其他的病人给淹没 一阵匆忙之后 有一个男性家属来找这个病患 那其实在这个男性家属来找 这个病患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我那一圈的护理师怎么都不见 因为我们病人是一直进来 所以护理师其实要去帮忙 我处置我的医嘱 我就觉得就是整个流程都很不顺 那后来那个家属来 我陪她去找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我们急诊室常常 十个位置会塞二十个病人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 真的需要呼喊一下 她可能没有床 真的是床插床 你真的很难去找那个 那我们就开始找奇怪 我刚刚看到那个女性病患 怎么不见 所以护理师不见了 然后病人也不见 对 我找不到 我就是找不到这个 我开始喊 詹子晴 她说这里 我说 哪里 好痛苦的 这里 这里 我后来终于注意到了 因为她被护理师稍微围起来 然后我看到哪里 她说这里 我再仔细看一下 我认不出那个人 因为护理师在帮 这一个小姐准备开刀的时候 我们换了手术符之后 其实需要帮她卸妆 把指甲油全部都弄掉 那因为真的是关卡太多了 所以其实几个护理师 因为忙着就是要送刀 所以几个护理师 开始帮她卸指甲油 卸妆 然后卸妆之后 我认不出这个人 我拿到我都还好 不过还好这时候我有口罩 这是恐怖故事 故故事 所以我事后想想 我好像还蛮堆起这个病人 其实在门诊这么多年 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还蛮好玩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教学医院会有教学诊 那我们比较资深的组织医师 就要负责一些教学诊 就要帮学生打分数 因为学生那些实习医生 可能会练习去看诊 然后我们就要帮他打一个分数 那我们在挑 我们在选那个教学诊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随便让人家随便乱挂 我们会自己挑病人挂进去 就是我认为这个病人 看的话有东西可以解释 所以那一次我就去挑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他是上个礼拜来找我 他乳酮有个肿瘤 然后我那时候有帮他切片 可是我那时候看那个样子 应该是良性的 我本来是想要考那个助学医师说 看他怎么跟病人解释说 这个良性要怎么观察 怎么观察 我就要考到这个 就那些教学诊嘛 我就实习就坐在前面 然后我就坐在后面 端个椅子坐在很后面 我想说离他远一点 不要给他压力 因为那个是要考出 我拿着粉术准备要打 然后那个女婿就进来 三十几岁 那个实习医师姓陈 他说陈医师不好意思 那我上礼拜 切片的报告是什么 然后陈医师就 就点那个病理报告 他就说 看了一下 就沉默了一下 五秒钟之后他就说 这境界一讲 一讲的时候 那个女的就开始哭了 你知道 就开始哭了 然后那个她姐姐开始慌了 想说怎么了 那忽畜小姐马上就站起来 那忽畜小姐是比较一样的 不要难过 我去外面把你先生 还有那个朋友都通通通叫进来 这句话真的 就四个人通通进来 那女孩在哭 我都觉得不大对 因为我想说不对 我上礼拜我记得那个好像 良性的 还好啊 我就看他 我就看他要怎么讲 结果 他又不讲话 他忽畜就转头看着我 就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通常都是学生求救的样子 我就趕快把那个椅子 摥过去前面 一看 良性的 只是写的是一个很怪的名字 因为你知道吗 乳房的良性肿瘤 也分非常非常多种 它是一种 比较少见的良性肿瘤而已 我就跟那个朋友说 我说是那个 比较少见的那个肿瘤 但是还是良性的 这个观察就可以了 他姐姐就说 那为什么刚才 那位医师要一上讲 我说没有啦 他比较谨慎 他只是想说 这个东西比较少见 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这个东西 怕你误一误 他是恶性的 没事 没事 这是良性的可以追踪 后来他们出去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护理教育讲说 我说 你刚才没事 干嘛要把那些人通通通叫进来 他说没有啊 这不是教学者吗 我说对啊 他说他以为我要给他考验 所以这个是乳癌 他说他去外面叫进来 他以为我要考那个学生 怎么解释病情 他说看到他在哭 他就把那些人通通都叫进来 我说我又问那个学生说 那你刚才干嘛 对啊 干嘛装了一副这样子 一副那个很严肃的样子 他说老师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英文我真的看不懂 不知道而且 他不是 他不是专业的 我跟你讲 有些那个良性的肿瘤 那个名字很少见 连我们医生都 你不是专科的 你还不知道 他在写什么 是喔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 可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考试 所以他不好意思直接讲说 这个我看不懂 我老师过来 他想要爱啊 这都会吓死人耶 搞不好他会害怕 而且你说 跟病人讲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真的特别 他是说实话 他是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可以先查个字典吗 我好吓死人 我也有很荒谬的故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不婚主义者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想要生小孩吗 他也都打死说 我绝对不生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 就突然间抓着我的手 就是去厕所就讲说 家欣 验孕棒两条线是怀孕吗 我说对啊 就是怀孕啊 然后他就说 他就完全整个崩溃大哭 我讲说不会吧 是你吗 然后他说对啊 他完全就是不想结婚 也不想生小孩 他就崩溃大哭说 怎么会我怎么会怀孕 然后他就在那边 就是哭得稀哩花 然后我讲说你先镇定 我就讲说 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医院 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医生 给医生照一下 就知道到底有没有 我就陪他去 医生也帮他照那个超音波 然后超音波他说 医生就说 恭喜喔 怀孕了 已经三个多月了 然后他整个就说 他更难过 他就跟医生辩论 就讲说 我明明就有吃避孕药 为什么会怀孕 然后医生就说 你有吃避孕药 这个几率比较渺小 但还是有可能会这样 然后他就说 不是就是只后吃吗 然后医生就问他说 你是吃避孕药 还是事后药 其实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他就讲说 我是买避孕药 然后结果就超荒谬 一直在讲说 你再一定会中 真的很瞎 然后他现在还是够很幸福 因为他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结婚生小孩是结婚 这就让我们讲到以前 那个卫生所那个故事 以前因为早年 民风比较闭色 所以有时候 他们不好意思讲得那么直接 对 那所以那时候 要怎么示范家庭计划 女生当然就是发避孕药 这很容易解释 反正就是你就吃吃照着吃 男生就是保险套 保险套你要示范他怎么戴啊 所以当年不是他有时候就有 那个护士 就会用 弄在手指头就说 反正你就是要套捏 然后弄下去啊 后来 回去用的时候想说 哪都避孕药 避孕药都没效 哪会奇怪 我有用你有大便 有 她说他没有吃油 所以我就戴保险套 保险套都会大 有啊 哪会都会生 你不是说这样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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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躲在手上 你来说什么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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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躲在这里就对了 我已经很小 我好像在躲躲躲躲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讲直接 他还是觉得我们婉转 怎么造成误会 就有病人大概三十多岁 又男生高血压 又胖胖地又不运动 这种很容易高血压 然后来了之后就跟他解释很多 包含他其实两个血压每天都高 所以就建議要吃藥 那吃藥 大家血壓藥 最在意的網路都有寫 這一點問題就大了 因為他覺得三十多歲男性性生活 根據做愛久久懲罰表 大家有看過 就是要乘一九 二十七 二十七代表兩週要七次 他覺得這個 是這樣子喔 這叫做愛久久懲罰表 有這個叫做嗎 有 有這個 就是把年紀直接乘一九 那個數字的第一個位數代表幾週 第二個位數代表幾次 所以如果是四十歲的話 就是四十乘一九 四九三十六 三週六次 這叫九九懲罰表 然後所以他覺得他三十歲 所以要兩週七次 所以他覺得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這樣才會健康 因為網路都有寫 如果說沒有符合這個表格的話 會不健康 所以他很在意吃完喜愛藥之後 表現得不好 那女朋友又拿著表格對他 覺得他比同情男性表現還差怎麼辦 所以他就壓力很大 問我們怎麼處理 那我們當然就跟他解釋了一堆 包含就是生活中 注意還好要安撫他一下 講完之後因為他真的太重 血壓高跟運動絕對是有關係的 是 所以我們就說 你要記得每天要多運動這些 然後他就默默跟我說 我說當然要每天啊 就是你不規則的話 你就不會養成那個習慣 說那一個禮拜 就兩三次就可以了 可以嗎 我說不行 就是每天一定要運動 你不要爭這個就是越認真越好 然後每天都要 他說真的要每天 可是這樣真的體力沒辦法 我說哪有什麼沒辦法 多運動 繼續每天 他就訓練就會更好了嘛 就是體力是用培養來訓練 他說 好 我試試看好了 那你開藥給我好不好 我說為什麼要開藥給你 運動就運動 他說 就你說每天都要 就 要開個 不管每天都要 我怎麼可能 我這個現在已經很緊繃了 叫我每天還都要 還越訓練越好 我說我哪有跟你講 要每天認真床上運動啊 他說 好挑眉啊 好挑眉啊 我說我很直接講運動運動 可是醫師你跟我講運動的時候 態度... 你好挑眉 還有跟我說 那種真的就是那個啊 我說就是 你回去要好好運動喔 挑眉 不是 我說運動不是運動 對啊 我印象中我那時候剛開始 大概跑新聞沒多久 那個時候藥界有幾個 很重要的藥物出現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病患 要求他開的藍色小外丸 藍色小外丸出問室之後呢 就有另外兩顆很類似的藥 那當時呢 他們通常競爭的方式不一樣 藍色小外丸通常主打說 我勃起之後的硬度比較硬 然後另外一顆就說 我這個不簡單 你知道藍色小外丸 你要室前 大概比如說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吃才能嘛 不然藥效就沒有持久 可是另外這一顆 他說我猛了 然後那個阿伯一聽到 這顆三十六小時不得了 這不湯 三十六 中間太久 我說這才不懂 醫生就看他瘋癲 用忍住笑 我說 有事 是說這顆這裡的 你這三十六 中間裡面 你還想不到 你有沒有感覺 你去那邊那個 不是說他一直騎三十六 中間 其實我們在急診 還有一個狀況是 我們的語音要非常好 在急診最常見遇到 就是講台語的阿廣阿嬤 因為現在老人的話 社會其實我們看了病人 有時候這一天下來 八十歲的都算年輕人 就是急診真的是 很多是老人家在掛進的 所以我們幾乎只要看到 是老人家 我們都會 轉換成台語模式 那其實會常常出一些 效果就是會 因為台語不太會講 口頭上又出問題 尤其是現在急診 非常多的那個護理師 非常年輕 所以其實 台語也是正在學習中 對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次有一個護理師 他的爺爺 因為非常的喘 就是心臟病非常的喘 所以被送來急診 那他就 很關心爺爺 他那天沒有上班 也特地跑來急診室 一起照顧他的爺爺這樣 那爺爺剛送到 我們剛評估完之後 就是未來計程師幫忙 然後幫他評估完之後 就跟那個護理師講說 你先去幫你爺爺 帶個氧氣 你安撫一下你爺爺 因為他很喘 傳到他其實躺不太平 那我們不想要 馬上就幫他擦過來 想說先試一些氧氣 那一些藥物治療 試試看 那所以他就拿著氧氣面罩 去跟他爺爺就要解釋 那他就 跟他爺爺講了一句話就流淚 然後但是他也要 好好的安撫他爺爺 那個畫面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他就跟他說 阿公 我給你勇氣 你這樣好好的 就是好好的接受治療 這樣我給你勇氣 他就把氧氣的 那個臺灣的勇氣 其實明明氧氣就是上手 可是他說我給你勇氣 我心裡想也 也沒錯啦 你要有勇氣的 你這樣 勇氣啦 面對這個疾病這樣 那這裡就算了 也是有一個年輕的護理師 那一個先生 那個中年的阿伯 他就是因為頭暈來掛號 那我們幫他做了診治醫治之後 他症狀緩解 那緩解之後他就說 我要來回家 那護理師就開始 跟他做一些離院的位置 那做完之後就跟他說 就是要叫他拿單子 到櫃台去繳錢 那他說 阿伯 我跟你說 你等一下 這個床拿著 去整台垃圾 不是 剩下來 垃圾跟垃圾 對 好像喔 真的耶 那我真的是在 櫃台抽起來 我本來想說 我為什麼還有這個 對 她想說 你們音樂服務真的最好不錯 阿伯去之前 先換個護理師 你發現這個 用了觸口聲 阿伯說 親親子的警員 那這裡就算了 其實那個護理師 真的很認真地學習台語 因為他真的 為了要展現 我們親戚和病人的溝通 他真的就是 每個病人 只要是老人家 講台語的 他一定勇於表達他自己 所以也一樣 在精神室又遇到 而且是還痛一天 就是有一個伯伯 他也是要準備 要做一個急診手術 所以要送去開刀房開刀 那我們一樣要做數學準備 那他們會習慣 就是要記錄一些 他身體的狀況 還有要問他身高體重 那其實身高 他不知道怎麼翻台語 體重他也不知道怎麼翻台語 我就看到他走到床邊 我當然先戴好口罩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怎麼問 他走到床邊就 阿伯 就是 等一下你要開刀 我 你幾公斤 你幾公斤 應該是想要翻譯成你幾斤 你幾公斤 你幾公斤 他說你幾公斤 阿伯就 我看到阿伯很多問號 我心裡想 那護理師也很多問號 你也太久了 他說接著問 身高了嘛 阿伯就更多問號 我的 要看前面 好煩喔 這個要太久了嗎 我當下真的那個口罩 快遮不住我的嘴巴 就是有一次很糗 是我有一次工作 穿個禮服 要波濤洶湧 所以公司就很賣力的 幫我拿膠帶捆起來 當天晚上拆掉以後 都紅腫其實整個 就是有水泡都破掉 就很嚴重 然後我就去看了皮膚科 然後一到以後 因為我很害羞 所以我是拍側片給醫生看 那醫生就說 我可能還是要請你 就拖掉讓我看一下 所以我當時就拖掉 讓醫生看 然後他就這樣看了一下 他就說 這是怎麼弄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那個醫生就這樣 然後都不講話喔 然後我想說 是很嚴重嗎 然後他就都一直不講話 就很緊張 他就說 你這個 我想說 先報警 我的胎變成這樣 要先報警 然後我就很緊張 想說 所以這個差又沒有用 要報警 然後醫生就說 你有沒有先跟你家人說 然後因為我工作辛苦的事情 都不會跟家人說 所以我當下就回答說 我不敢跟家人講 然後你還這樣 你還這樣 你真的太可愛了 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小 然後醫生就說 不行 你這一定要跟家人說 讓家人帶你去報警 然後我想說 有這麼嚴重嗎 真的不能擦藥嗎 然後那護理 而且你長得就很像 會被騙的 然後 年輕又很小 真的要我也會要叫你報警 然後最後才澄清這個誤會 然後我才說不是... 我沒有被虐待 因為他們就以為 我是被公司虐待 我才說不是 是公司幫我捆奶的時候 我就說 捆奶的時候 我要回答了啦 我小心弄傷的 然後他們還說 我們以為演藝圈都很黑暗 以為你們公司虐待你 而且老實說 你講捆奶 他應該真的馬上打你老鼠 還要捆奶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被包成這樣 我也沒經驗 有 而且其實有時候那個膠 尤其模特兒一定知道 那個膠袋真的撕下整個 就是會有一整個 很像很像人家勒過的東西 有些會腫 然後騎水泡有些 直接就破掉這樣子 那我還記得 我還是實習醫師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都 每一科都要跑嘛 對 那那個時候剛好跑到急診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實習醫師剛出醫學院 那種 胸懷壯志的情形 常常想要希望可以 碰到一些狀況 可以處理這樣子 那那時候就 直擊診 心裡也想說 今天會不會看到一些 特別的一個案例這樣子 那就有一個家屬 扶著一個阿伯進來 他阿伯看起來就是 這樣一直翻白眼 很累很累 然後看起來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樣子 我心裡想 趕快幫他解決 看是什麼問題 家屬就說 不好 不好意思 那個阿伯他吐血啦 吐血 在家裡吐了一臉盆的血這樣子 我說阿伯 阿伯你感覺怎麼樣 這樣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回應 沒有辦法回應 眼睛很好 對 整個眼睛還翻白眼這樣 我心裡想 糟糕了 吐血 第一個鑒別診斷 想說 他的肝臟是不是不好 那個食道的靜脈流破裂 趕快想一個 很緊急的一個狀況 趕快問說 阿伯有沒有肝硬化這樣子 這樣說 不知道 不知道 他有沒有喝酒 有 有喝酒 我想說 對 就是這個診斷 趕快抽血 趕快抽血 然後趕快找這個 腸胃內科的一起 要做那個胃鏡 緊急胃鏡 看一下到底是哪裡出血 這樣子 抽血一看 沒有貧血 我們一般吐血應該貧血 可是心裡想說 有的時候這個 血濕得太快 可能血紅素還沒有掉 趕快叫那個內科醫師來 學長 學長 趕快這個病人說 在家裡吐了一臉盆的血 趕快幫他做一個胃鏡 看一下 就送緊急胃鏡 回來之後 學長就跟我說 學弟 那個食道好好的 然後完全沒有問題 到胃那邊看起來 也沒有胃困 有一點點發炎 可能有胃食道逆流 可是看阿伯 還是這樣很不舒服 而且阿伯就說 醫生 醫生 阿伯會不會剛好吃到檸檬 很酸吧 對 他就說 醫生 醫生 到底是什麼樣什麼病 為什麼一直吐血 一直吐血這樣 這時候有點沒辦法 學長就來了 他就問說 阿伯那個家屬 他吐血是怎麼樣吐法 現在還有在吐嗎 他說有啊 在醫院都還有在吐啊 我說我沒有看到 那不然血給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他說不用看 我在家裡有照那個 一臉盆的血給我看 對 就跟我們看照片 一臉盆都是口水啦 裡面有一帶一點血絲這樣子 他就 因為有時候出血 嘴巴出血 吐就感覺紅紅的這樣子 我們就請牙科來看 牙科就看說 就牙周病了阿伯 沒事啊 沒事 阿伯當場精神換發 就回來了說 我沒事 沒事就可以往家 這樣 我剛才不是演得很 馬上就 精神就起來了這樣子 沒事 沒事可以回家 檢查也做完了可以走了 他想說胃鏡也做了 牙科也檢查了 牙科就躺到了 對 我沒來健康檢查的 所以我檢查做了一遍 完全沒有事情 實習醫生那個笑話還滿 真的 我想到一個 我們兒科的笑話 就是你知道我們新生兒生出來 婦產哥就交給我們 那如果寶寶不呼吸 就是一開始沒有哭 你們在電影上都看打屁股 沒有人在打屁股 為什麼 就是去刺激一下 然後讓他就是 開始有哭了 那就沒事了這樣 那有一次那個學長 就帶著學美 學妹的實習醫生 就帶下去說 今天晚上如果有緊急 有生的話 那你就跟著我 果然半夜 電話一響 他就 學美起來 電話就把他們兩個都叫去 這個產房 然後他們是婆婦產 所以開刀出來 趕快交給我們小兒科 然後果然沒有呼吸 所以這個 學妹 學長就很帥對不對 來 什麼 氧氣罩 然後就開始東聽西聽 然後就說學妹 戳個背 快 然後就在那一陣沉默之後 這個學長就覺得 背疾 出來一陣沉默 一陣輸吧 學妹嚇壞 學長要戳背 我來 這個好尷尬 真的太尷尬了吧 真的好尷尬喔 這就讓我想到 某醫院的那個 愛講英文的醫生 好尷尬 他什麼東西都要講英文 偏偏有一次 也是一個菜鳥護理師 他說你們不是有一個東西 叫OP賽嗎 對 然後他說現在OB賽 真的要嗎 什麼 OB賽很快嗎 大水龍 真的要 所以怎麼是OB賽 蓋三口的防水的 防水的 哇塞 很緊急的時候 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很尷尬耶對不對 我覺得事件 往往是發生在 就是在一個氣場最弱 然後業績最差 病人最少的一個住院醫生 第一年 那有一個病人 就跟我在這一個月內 就每個禮拜回診 建立革命感情 就一個媽媽四十幾歲 五八上這樣 她來就看腸胃很簡單 第一個禮拜 第二禮拜都OK 就到第四個禮拜 或第五個禮拜 突然間她很奇怪 在看診的時候 面對面 她總是會有差不多 三秒到五秒 突然間 停住這樣 閉著眼睛一下 五秒之後就說 好了 那後來就發現說 時間越來越長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第七個禮拜 我就問她說 奇怪 妳為什麼好像越來越 眼睛會翻白眼 而且身體會全身震動 而且手都會有一些連花紙 她說 周醫師 我跟你講 妳是一個好醫生 但是我現在上天的 不知道藥師 佛懷 神諾 納蒂 在教我怎麼幫妳看病 因為我說 幫妳看病 對 說教我怎麼 教妳開藥 那我說 其實這樣要起檔 也是應該起檔到我身上吧 怎麼會在妳身上呢 那你知道那是一個 非常慘烈的情況是 她起檔中間 會稍微休息一下 在起檔 妳放心 她就這樣跳舞 跳舞 然後眼就翻白眼 所以她會跳舞 對 跳舞 然後我只好避開對不對 那這次也有非常難忘 下午茶時間 但她都每次都跟我說一句說 周醫師 我相信妳的好醫生 但是 好 沒有問題 那護士也覺得 這個醫生已經夠菜了 已經不會開藥 妳還說她開的藥很爛 而且氣場越弱醫生 越會有一些小問題出現 是喔 因為因為後診人數太多 她沒有地方跳 真的 下一個病人會進來趕她 這太奇怪 這太奇怪 這你們遇到應該也只能看著她 這樣子吧 這不會啊 叫警衛啊 真的嗎 對啊 妳到底要幹嘛 我們會叫警衛啊 搞不好她真的在溝通啊 那就讓她在我們中庭 那邊好好溝通一下嘛 我剛剛講的是遇到一些 真的就是那種憋笑 或是真的很爆笑的事情 接下來討論是 其實是比較 會讓醫生害怕的狀況 所以害你們看我們下去 有沒有遇到那種比較恐怖 或是危險的狀況 讓你想馬上離開整間的有沒有 我覺得有一間醫院的醫生 應該很討厭我 因為就是我第一次去婦產科 去檢查 是因為我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遇到狀況 就很害怕 所以我當時我就去那個醫院 然後去的時候就很緊張 然後檢查完以後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檢查 所以到腿張開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很怪 因為第一次 然後之後後來檢查完 是醫生說是巧克力囊腫 那因為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以為是癌症還什麼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於是離開以後 我是哭著離開 就情緒是很激動的 然後後來下一次再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護士跟醫生對我的態度都 就比較謹慎一點 對 可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第三次再去的時候 護士 因為我第二次去離開的時候 就是激動的也落淚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第三次去的時候 進診間的時候 護士就叫我過去 就是他就說不好意思 就如果我們讓你 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們說 因為你的情緒會影響到 其他的病患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沒有覺得你們欺負我 但他就說其實有點影響到 因為就是有其他的病患 就覺得好像是我被欺負 覺得你都哭著離開 對 然後又剛好那一次 第三次看完離開的時候 我就在那個婦產科 就遇到了朋友 然後他就說 我聽說這樣很有名 可是好像一聲很兇 他就說之前有個女生離開 就一直哭什麼的 就是妳啊 就是我 然後就覺得很 對那一聲很抱歉 妳就為了抱他 妳出診間以後就這樣 我真的後來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 就是很脆弱 遇到那種腿張開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啦 所以但是後來我都去那裡 真的都是 其實大家都覺得 在診間看診 好像是一個比較 平和的活動 是 好像比較重病的病人 應該會發生在急診 或是在住院當中 或是在手術房 其實不是 我們很多暴力的行為 都是發生在門診的時候 是啊 對 然後我以前那個 因為我們以前 當那個住院醫師 或是實習醫師的時候 只要這個月跟這個組織醫師 他的診我們都要下去跟 要去幫忙 那個阿伯進來 然後旁邊跟著他兩個兒子 他兩個兒子都刺龍刺鳳的 那個阿伯本身是農民 就因為胃癌 就開刀 其實也很順利 恢復得也很好 這個禮拜就回來看門診 那主治醫師看一看就說 傷口不錯 東西吃得怎麼樣 北斗娃不錯 都抓得不錯 然後主治醫師說 趕上去 那個江醫師 你幫他把那個線拆一拆 好 那時候我們的功能 最大的功能就是拆線 因為主治醫師不想拆 都是我們在拆 然後護士小姐 他在剪刀就走過去 剪 剪 剪 那個納白本身有抽菸 我在剪的時候 拉一下他就會痛 他就 就刻很大力 那我剛好拆最後一陣 我一拆完他一刻 原來那傷口全部裂開 那個小腸有沒有 砰 倒出來三四十公公 你有把他接住嗎 沒有 那時候我會怕 那時候我其實還滿大 我也嚇到你知道嗎 我就後退好幾步 我就嚇到 後退 那真的好可怕 那主治醫師就趕快衝過來 那家屬本來在外面 也通通都衝進來來說 怎麼了 家屬就看到那個 主治醫師看到 嚇死了 其實那主治醫師還滿鎮定的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現在回想起來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知道怎麼做 可是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就往後退 主治醫師好像也沒有什麼 很緊張 他就走過去一副就是 我看他的手勢 好像就是要把腸子擠回去的樣子 結果他還沒靠近 他脖子就被扔住了 他兒子說 他就覺得說好像是 那個主治醫師 沒有把他刀開 就這樣勾著他 然後一拳就往他臉上打 對啊 打了一拳 他準備打第二拳 那旁邊的護士就趕快阻止他說 我們先把事情處理完再說 另外一個護士就趕快去叫警衛 可是那個 講規講 還有另外一個兒子 他準備打第二拳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正在 我本來在想說我要不要出去 我本來想逃到外面去 因為我覺得裡面 好危險 他要拋下老師不顧 自己逃命 我覺得裡面那個狀況有點 有點詭異 當下人會怕嘛 對啊 我覺得不太對 這樣子我也會 在一屆可能就不用顧著 對啊 後來我就很硬硬 我衝過去擋住了他第二拳 是喔 對 我就去勾住他第二拳 真的很痛 因為他打得很大力 我勾住他手真的很痛 就擋住第二拳 後來人家就比較 因為第二拳沒打到 他就比較冷靜一點點 對啊 後來就是趕快再送去開刀房 就是再把它弄好 不過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我擋了第二拳 我都覺得我好棒 因為那時候我實習醫師 因為我擋住他一拳 擋住他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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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外科醫師是養成的 我們一看 現在我們好像講到什麼 很重傷的樣子 都好像覺得變得怎麼樣 可是以前這個場景 就讓我差點下來跑出去 跑出去門診 可是現在 我記得上次也是 就是上個月 變成住院醫師 在跟那個 我看診 因為我那個門診能量比較多 所以就兩個護士 一個資深 一個資潛的 那個病人就一個引流管 我們開完那個 我們放個引流管在這邊 我就請那個小姐說 這個引流管的量很少了 你去拔一下 很簡單 就是拔掉就好了 可是那小姐就很一樣 他們也看到上面還有縫線 我們還有固定的線在那邊 一般來講是要先把那線剪掉 再拔 不然這樣硬拔 不是在扯嗎 他就拔了一下 我聽到裡面 那個病人就說好痛 因為線還在那邊 護士就說你忍耐一下 我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因為蓮子這樣拉著 然後就忍耐一下 然後他就拔不出來 他就跟我說 這樣醫生好像有點難保 我說沒關係 那個 我說 我說稍微用力一點就好了 我沒有去看 我因為我變得很多 我沒有去看他沒有 他就說手機 就稍微用力一點就好了 他就真的很用力 他就得到我的指示之後 就 超大力 然後那個傷口還整個裂開 然後剛好那個 倒楣 它那個引流管在裡面 可能剛好黏住血管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一扯 連那個血管都破掉 啪 大流血 他在裡面大聲尖叫 我就走進去 我第一句我就說 他一叫我就 我就手去壓住他傷口 然後再把那個傷口 稍微撐開一下 結果一條血管再流 另外一隻手進去 就這樣手這樣夾著 我說拿那個止血錢來 夾住 再那個馬上就縫一縫就好了 所以我還說 其實我們到這個 這個是養成的 現在這種大風大浪 好像以前我會 以前如果我看到 我可能會嚇死人 對啊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都是 對我們來講都是小兒科 可是那個患者 他本身沒尖叫嗎 沒有 他有看到 出現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大聲尖叫的話 家屬一定會 大家會很慌亂 其實如果是就 淡淡地把它處理掉就好了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懷孕的時候 常常會有安胎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對 那大部分的話 都是在懷孕的過程中 有一些不太順的地方 子宮收縮 或是出血的一個情形 那我還記得 在我住院醫師的時候 在訓練過程中 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很可憐 她大概十幾週的時候 就被診斷是 那陸續都是一直在出血 所以就住院打安胎藥 安胎針這樣子 直到大概 安到快三十週 已經比較大 比較安全的時候 有一天去看她 她就整個 忽然這樣子 一直盯著我看 我心裡想說 發生什麼事有點恐怖 我說今天還好嗎 她說 醫生 我真的沒辦法忍受了 我真的安不下去了 然後突然 手就把那個安胎針一拔 血就當場在那邊噴 然後當下我就要去抓她 沒想到她就去往 旁邊的醫院那個牆 去撞 去撞牆 頭先去撞牆之後 再去用肚子去撞牆 趕快就 對 趕快就趕快 叫護理人員一起來幫忙 去制止她這樣子 後來好不容易制止她 她就跪在地上 一直這樣子 拜一直這樣 拜託 醫生讓我拜託出院 拜託出院 拜託出院這樣子 非常可憐 那後來我們就趕快 把她做約束 那請家屬過來 那跟他們講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的話就是因為覺得 她應該是真的非常憂鬱 我們也會整身心科 幫她看一下這樣子 那後來確實是有憂鬱這樣子 那可能住了太久 就誘發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但是畢竟還是得安胎 因為她一不打安胎針 就開始流血 後來我們就只好跟她講說 我們那個藥 我們慢慢把它調下來看看好了 如果調下來都OK 你就可以出院 對 那如果 狀況都沒有比較好 我們再把它維持下去 這樣子臉紅帶片這樣 好不容易撐到37週的時候 足月趕快就讓她生了這樣子 不過生完她還是產後憂鬱 所以那個家屬其實蠻辛苦的 對 那是我們遇到一個 比較可怕的一個狀況 就是直接肚子去撞 還好是沒有影響到 寶寶的一個狀況 對 那不過有的時候在醫院 我們就是會碰到一些比較 靈異比較恐怖的一些事情 對 那我記得有一次是那個 就是外面診所轉來的產婦 那她的話就是因為產後大出血 那那個狀況就蠻危急的血壓很低 所以從外面診所趕快轉到醫學中心來嘛 那當下就是幫她處理好之後 我們就會送那個ICU 家戶病房 那送到家戶病房以後 因為她那種不用插管 所以基本上她人是在家戶病房裡面 相對比較清醒的 大概隔了兩三天 整個人比較恢復之後 我們就說最近狀況還好嗎 她說醫生 為什麼醫院可以養貓 我心想什麼叫養貓 醫院不能養貓 我說醫院當然不能養貓 也不能養動物 她說我前幾天看到 對面那個阿伯 對啊 她肩膀那邊有一隻黑貓 黑貓一直說要把阿伯帶走 我們心裡就一陣貓 這個好黑貓在講話 沒想到隔了兩天以後 阿伯真的走 真的 但是我們那時候心裡想說有點毛 但想說因為住在家戶病房 有時候住久了 那個繩子會有點不清 那有時候會講一些有的沒的這樣子 那後來她就轉到 轉到單人病房去休養 那因為她自己在休養 所以也沒有照顧寶寶這樣子 那我們去看她的時候 她甚至比較清楚了 我們就說 那個小姐你還記得 你那個時候看到那個 黑貓的這件事情嗎 她說什麼黑貓 我不記得啦 沒有這樣的事啊 不過我最近很奇怪 你們旁邊那個產婦的小朋友 一直吵一直吵 我沒辦法睡覺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她住的是單人房 隔壁也是單人房 那隔壁的單人房是婦科開刀的病人 不是產婦 所以基本上沒有寶寶 沒有寶寶 她說已經吵了兩三個晚上 那個寶寶一直哭一直哭 讓我沒辦法好好休息 後來我就問產房這樣子 產房說你不知道 那個單人病房的後面 有一個小空間 是我們的產房後方 會擺那個營產過後的死胎 或者是雞胎的一個位置 那那種寶寶往生 我們就是先會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也會有念佛經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看 可是最近沒有來營產的 也沒有死胎 所以她聽到那個寶寶的哭聲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實在是不得而知 所以在聽到這件事情以後 我跟學弟妹 大概一整個禮拜 都不敢靠近那個位置 真的 真的 實在是非常可怕 好靈異喔 其實在醫院裡面 那個開到房的鬼故事 真的是一大堆 我自己也遇到過 之前我還在值班的時候 有天那個半夜 就是急診室來一個病人 尤其是阿公 他就跌倒 撞到頭一個六公分的傷口 那急診室就說 這個傷口太長了 請我們開到房去縫 我說好啊 他說半夜兩點多 我跟護照小姐 把病人帶進去 我說那伯伯 那請你躺上去 因為我們有個手術床 躺上去 護照小姐就說 伯伯 這邊啊 這邊啊 躺上去 你不躺上去 我們怎麼幫你準備 那伯伯又還是不動 我就說 我們以為他中聽你知道嗎 小姐就講得很大聲說 因為其實大夜班被叫起來 就大家 那個小姐的心情也不是很爽 我說 伯伯 你快點躺啦 不要浪費時間好不好 伯伯就翻臉 伯伯說 你也很奇怪 那邊就還有人 那躺在那邊 你叫我躺 那個還沒起來 你叫我 你叫我躺上去幹嘛 你就還在那邊 你一直叫我躺上去 然後我們是 就沒人嘛 然後我就跟護照小姐 兩個就互相瞪眼 我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我就跟那個小姐說 那個燈關掉 我們換別人 好可怕 當場我不敢用這一句 真的是有些患者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氣場還是怎樣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可能沒有在醫院之前 沒這個事 因為你剛才說 那我想說之前 也有一個阿婆也是 有一次那護理師就說 那個住某一床的阿婆 有一天就跟護理師說 你去叫那個 旁邊的醫生來 叫他來 就說 阿婆有什麼事情 我幫你處理 醫生正在處理別的事情 沒有 你叫他來 就要來 他說怎樣 你叫他來就對了 後來他就把那個醫生叫來 他指的那個醫生叫來 他說 做醫生的人 要有愛心 你旁邊那個小朋友 一直在問你 問題你都不回答 好可怕 旁邊的小朋友 還有小朋友 問我什麼問題 我 你剛才問說 他爸爸媽媽去哪裡 然後那個醫生就 只好就對著那個 阿婆子的那個方向 就說 他們在地下二樓 你趕快去找他們 就是那是一場車禍 Sherry 好可怕 好可怕 就是那是一場車禍 好可怕 很可怕 車禍 然後爸爸媽媽可能DOA 就是死 就Oka嘛 來之前就已經那個 所以雖然有送來 但沒救起來 已經先那個在太平津 然後小孩子雖然有搶救 後來也沒救回來 所以他們不是同時間那個 然後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同時間 小朋友可能沒跟上 所以就跟在最後幫他處理的 一直在問他要找他爸媽 嚇死了 毛毛的 來講一個毛毛的笑話 你們會不會互相整對方 因為一直聽說 你們會互相整對方 就是有時候半夜的時候 譬如說學弟可能電梯打開 然後你在等電梯 然後就電梯 都只有學弟一個人 然後打開的時候就 對不起 滿了 那其實急診室是一個是非之地 我印象最深刻是 遇到一對病人被送來急診 在一個類似快草店 然後他們是一群兄弟 在快草店喝 那就喝喝酒 喝喝喝的時候 老大忽然就是開始 脾氣 還有他的那個意識狀態 變得很混亂 然後他也 先桌翻桌 然後要打小弟 本來大家都喝得很開心 所以旁邊就覺得 怎麼會忽然這樣子 另外一個兄弟就跟他說 我有學過 我會解 我來幫他解 結果沒想到 他一解兩個一起發瘋 兩個就真的是 就是 就是砸人家的店 兩個就是幾乎是大早大 那其他人真的受不了 就把他送來急診 那其實我們一看 就是發酒瘋 對 所以就送來急診 那其實他在急診室就開始鬧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保護室 其實對一些就是 精神疾患 疾症 我們其實會有一個保護約束的地方 一個獨立的空間 也不會去感染到其他的病人 我們就把那兩個人 安撫到 就是壓制在床上 然後推到那個保護室裡面 去做一個保護性的約束 就稍微把他約束起來 可是你可以聽到就是 雖然他們關在裡面 可是裡面要叫啊鬧啊 就是非常激動 我就開始聽到 他們有一個道行更高的師傅 我就在那邊看診 結果真的就請來了一個師傅 我就把那個師傅當成家屬 就讓他進去看他們這樣 所以你就聽到 亮亮亮的聲音 他們就在那個空間裡面 真的幫他念之後 還有做了一些法 就是簡單的幫他 做了一些法治之後 我就看 後來裡面那個吵鬧啊 真的聲音就慢慢不見了 真的喔 對 然後那個師傅就出來 然後我還看到就是 他們其他的小弟 就是拿了錢給師傅 師傅就拂袖揚長而去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的小弟就說 醫師 你看 我就說是中邪吧 法師一來 那個兩個人就 在裡面就都穩定了這樣子 怎麼讓那個道師以為 他真的有這個特殊 對啊 真是太厲害 不過因為真的常常發生 很多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恐怖的事情 之前我看那個 阿凱老師的臉書 他說就是他在那個 就是醫院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阿嬤 然後阿嬤就在等看診 然後阿嬤就打電話 就回家 回家去跟孫女講話 然後講講之後 阿嬤就說 他叫爺爺來聽好了 然後孫女那邊就說 結果這邊阿嬤就說 還沒有... 阿嬤還沒有要過 對 結果他講的時候 他看診的時候 他就一直笑一笑 因為覺得太有趣了 我只能說醫院真的是 就是真的看盡人生百態 你們也辛苦了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下午媽媽 小小小跟我們做活動 大家拜拜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發現其實有很多營養素 是來自食物的 是最好的 然後包括譬如說 很多營養素都覺得 糙米很好 所以很多媽媽應該像我一樣 就是我們改來吃糙米好了 或者是一些稀飯 粥 那因為糙米比較營養 他們就決定用糙米當作 這個主食的基底 問題是量太大了 所以吃一口糙米沒問題 兩口糙米沒問題 吃一整杯 的確有一些小孩 不是每一個 但有些小孩 他就會有一點 輕微的腹瀉 是 屁股比較紅 給人纖維過多了 那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我們鼓勵四到六個月是 少量多樣化 對 所以你可以吃糙米 那你量不要那麼多嘛 那不要有那種 這個完美主義 這一杯一定要幫你餵完 那這樣有可能就會讓你的孩子 沒有辦法適應 那我想如果是 少量多樣化的狀況下 那你的各種食物都均衡的吃 你的腸胃大概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的孩子已經是 八個月 十個月 他就真的很愛 吃稀飯 他很開心 那這個時候也許你家的糙米 就可以稍微減量 譬如說他吃一整碗糙米 那他隔天就會 有點輕微的腹瀉 那你就是被人拌碗 譬如說白米跟糙米混 或你改成胚芽米 總而言之呢 每一個孩子狀況都不一樣 慢慢來 那等到他的腸胃更健壯 可以消化更多的 這些纖維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個量增加 了解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一起去看 這裡 我想要看 在這個動作中 看有甚麼 就是 看這個影響 就算 跟你說